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这里今天说明会正式开始 还有三分钟 邀请在场各位投资先进先请入座 因应疫情防护邀请现场与会之贵宾 请就座后勿更换座位 本次会议资料带当中也备有发言条 各位投资先进若有任何问题 可先记录于发言条上 并在QA时交给在场服务人员 本次业绩发表会全程影音档 也会以主管机关规定公告 提供投资大众进行观看 邀请在场各位投资先进 请先将您的手机调整围经位置 以例会进行感谢您的合作 首先向各位投资先进报告 有关因法令规定揭露值风险事项 及台湾坚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及上市省议委员会要求补充揭露事项 一 产业风险 一 同业竞争压力 由于能源工厂业市场近年来持续成长 使竞争厂商亦日渐增加 造成市场价格竞争激烈 彼此消价竞争 低价抢标 乱向平平 获利空间被严重压缩 受获利压力之影响 需争取并承接更多支订单 以填补业绩缺口 二 专业人才不足之风险 让能电厂建制系统工程及能源工程发展之重要关键因素 在于专业人才及团队 因技术团队需同时具备深度且广泛之专业知识 且工程整合专案之特殊核心技术及规划实力 需有较长期之涉略及实物经验来累积养成并传承 以致专业人才养成不易 且可能造成同一间相互挖角 造成专业人才之人力断层风险 二 营运风险 一 台湾土地资源稀缺 太阳能电厂常职取得不易 台湾地下人酬土地稀缺 要取得设置太阳能光电厂土地相当不易 扣除原本就不适合建制太阳能电厂之地区 以及地形因素较不适合建制太阳能之台湾东部陆地 即使政策在大力支持为那毕竟有限 造成太阳能暗藏饱和之风险 二 销货集中风险 本集团主要创始于太阳能光电相关之工程服务业务 主要发展业务之范畴为 新建太阳能光电厂设备安装 及系统整合设计等相关统包工程 因工程行业特性 其营收益售专案规模大小及工程进度成本 投入十点之影响而产生大幅变动 固今评估本集团营业项目及交易模式 营业范围九成左右仍来自于工程收入 非属营业范围有重大变动 至前十大销或客户发生重大变动 此乃实属工程业之营运特性 固域当年度工程建制高峰期时将被有个案任列完工比率较高 则工程收入照益集中之特定专案之客户 本公司109至110年度及11年前三季来自于前十大销售客户之销售金额 占各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之比重分别为99.61% 98.72%及97.72% 其中第一大客户之销售金额占各期间营业收入金额之比重分别为 百分之68.34% 百分之38.79% 以及百分之28.62% 因各年度承揽工程结案或任列完工比率进度较高 而产生各年度第一大客户有所不同之情形 三 汇率变动之风险 本集团系以内销为主 故销货交易币别以新台币为主 然在采购方面本集团除再生能源工程等服务 依各工程性质、业务需求及施工地点等考量 分包于国内协力厂商外 当国内厂商无法提供主要原物料如模组或逆变器等 本集团会与海外供应商采购并支付外币 109及110年度兑换损失占合并营业收入及合并营业利益比重不重大 110年前三季兑换损失金额上升 主要系配合工艺商要求动波美金短期借款用以预付材料款 加上1亿年美元汇率波动幅度较大 由1月初美金对新台币1比27.625上升至9月底1比31.75 股相关负债所产生之兑换损失较大 三其他重要风险请详见公开送一书之说明 本公司公司治理及企业社会责任均依照主管机关制定之相关法令规定执行 相关说明请各位投资先进参阅本公司公告与公开资讯观测站 直现金增资发行新股相报用之公开说明书及年度报告书 红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前业绩发表会正式开始 今天非常高兴在场各位贵宾各位投资先进波控力领 红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发表会 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议程 首先为各位介绍今日的与会贵宾 也请唱名道的贵宾可以起身挥手致意 第一位为各位介绍的是 永风金证券张李章龙总经理 安侯建业良和会计师事务所屡欠会会计师 友达光电林彦宇副总 士林电机张经文总经理 欢迎 创新工业技术移转股份有限公司 瞿志豪总经理 欢迎 富邦精创林淑贞副总 已救门的潘俊佑经理 欢迎 创新工业吴佩芬副总 以及我们张晴峻资深顾问 欢迎你 紧接着为各位介绍TPK 陈鸿光电张大中资深经理 以及我们杨毅经理 欢迎 紧接着为各位介绍 红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首先是我们的郑涵董事 徐一能董事 张良宇董事 非常感谢以上贵宾 今日特地与会立临 接下来首先邀请 永丰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李张龙总经理 引言并揭开序幕 掌声欢迎 台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证券教会所张淑珍赴礼 红源能源政董事长 谢董事长 周总 还有各位团队 还有安侯建业快事事务所的李快事 还有台下各位投资先进 及贵宾 大家好 好 那很荣幸代表永丰金证券 来跟大家推荐一支 即将要在台湾证券教会所的 创新版挂牌的公司 那在今天的业绩发表会之后 我们很快就会进行成销的工作 应该会在很快的时间 就会挂牌交易 那我相信宏德应该会是在 不论是在上市 或是说在创新版里面的能源列股 应该会占有很重要的角色才对 因为大家台下的都是专家 因为台湾已经宣誓在 2050年要近年排放 那干净能源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挑战 那所以在能源类股上面 我觉得应该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那红的能源 我们其实已经合作很长一段时间 它的布局其实已经非常完整 除了在APC上面 不论是地面型或是说余电共生 这已经有很多案场的经验 也累积了蛮多的实力 那在管理 在资产管理上面 在绿电的交易 在储能的布局 甚至在充电桩 或者是说表后能源管理等等 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布局 我认为它的布局应该是在业界的 能源公司里面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确信它在未来 应该在这个能源市场上 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我们也给予很高的期待 所以我愿意在这里 郑重的推荐给大家 那能源 红的能源 那即将应该是在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行成效了 那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那最后 进驻红的能源公司 业绩长红 上市成功顺利 那也祝台下的来宾 生理健康 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力总经理 谢谢您 接下来邀请 红的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谢元一董事长支持 掌声欢迎 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是红的能源负责人谢元一 今天很荣幸 能够在大家面前分享 我们的红的能源的团队 回想11年前 我跟我们总经理 第一次去日本 开发太阳能暗场 连太阳从哪里出来 都不太清楚 唉 不过现在 我们要做智慧电力公司 非常欣慰 所以等一下问问题的时间 大家手下留情 好 我就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团队 我们总经理 周世昌先生 中程副总 李永青 财务长 廖彦凯 我们红的技术长 罗天赤 还有我们业务协理 吴俊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董事长 接下来邀请 友达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 能源事业 总部林天宇 副总经理 为我们支持 掌声欢迎 非常荣幸 受到这个宏德能源的邀约 能够参加今天的盛会 那我们认识的宏德 其实有一段时间 主要就是在很多商务上面的往来 那实际上从最早开始 委托宏德一些专案的开发 到后面的工程师作 一直到近期 因为宏德手上有很多的绿店 那我们身为大型的制造业 我们有很强烈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宏德这里 买到足够的绿店 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团队 也很年轻 充满了活力 那当我第一次看到 他们对整个事业整体的布局 我想只有经验两个字 来形容我心里面的感受 那当然以我们 不论是我所代表的公司 跟我们自己在业界的经验 当然时间比较长 那可是各位知道 以前男生当兵的时候 都要讲一句话 老兵怕枪 新兵怕炮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老兵动作比较慢 反应比较迟钝 体型也比较臃肿 所以如果有枪对准它 它大概闪都闪不掉 那新兵呢 一听到炮声隆隆 往往会害怕 搞不清楚这个炮 从哪边飞过来 又往哪里打过去 那我一直很 很这个寄予厚望的是 我们跟宏德的合作 就能够有一点点老兵的智慧 我们以老卖老一下 又有新兵的敏捷 那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团队 能够在台湾的绿能的市场里头 取得很大的进展跟成功 我想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那今天我想在这个地方 祝贺这个宏德能源的上市 那同时我们也祝福宏德 能够生意兴隆 宏图大展 那也祝贺在座的嘉宾 那兔年来了 玉兔吉祥 那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林副总经理 接下来邀请 士林电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事业群张经文 总经理为我们支持 掌声欢迎 红德能源的谢董 周总 还有我们在座的贵宾 大家午安 我是士林电机重电事业群的张经文 今天很高兴受邀 在红德能源转创新版的这个时刻 来致辞 那我们跟红德能源的来往 已经非常非常的久了一段时间 我们感受到红德能源是一家 非常有企图心的公司 而且他们的商业模式 非常的创新及完整 而且他们对于关键人才 及技术诺好更勇于投资 所以他们公司的发展未来非常可奇 那红德能源 所以以红德那么先进的商业模式跟多元 但是他们需要有一家非常因实 而且实力坚强的EPC厂商 来帮他们落地实现 我们士林电机就是扮演 就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对于每个案子在积极的推进中 而且是如期如指的完成 并进入商串 而且是取得最优的成本 最可靠的品质跟服务 所以红德跟士林电机做结盟 无意是如虎天意 我们双方各发展守长 禁闭 时间就是先机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我们共同努力 以达到双赢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今天的时刻 我们也恭贺我们红德能源 上市成功 敬祝我们在座的贵宾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张总经理 谢谢您 接下来邀请 创新工业技术移转股份有限公司 瞿志豪总经理 我们支持掌声欢迎 谢董 周总 永丰金的张领总 然后KPMG的吕快 还有在座的尤达林总 跟士林电机的张总 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那个 突然发现有个台子 这样我站起来比较高一点 好 那个我是 是ITIC创新工业技术移转公司的总经理取责号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投资的公司 红德能源即将要上我们的创新版 身为创新公司的总经理我们感觉特别高兴 因为这真的跟我们公司的名字就是完全搭配 好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能够看到 红德在创新版上面有更棒的角色 好那大家可能在座有一些朋友知道创新公司是工业院的创投 那大家可能比较少一些人知道 好创新公司其实是台湾第一家创投 好我们的历史是从1979年那时候 联电UMC从工营院Spin-Off出来 好那我们就为了要持有联电的股票 就成立了创新这家公司 好所以从1979年一直到1986年台积电的成立 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园区相关公司的成立 其实创新公司一直在台湾的科技产业 尤其是在政府的政策上面 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工营院是台湾 很多科技产业的研发的后盾 好所以我们的投资呢 其实不只是纯粹为了财务的投资 我们一直都有科技政策的一个方向 好那在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呢 红德好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 因为大家都知道2050年那个绿能 好那个carbon neutral 这个已经是我们政府既定的策略的方向 好那工营院在这几年呢 也投入非常大量的资源 在做跟这些绿能净磷碳排相关的研究 那我也很高兴的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好工营院的各个所 不管是我们的资通所 不管是我们的机械所 材化所绿能所 都跟红德能源有非常多的业务的合作 好不管是在做用AI来做电力的调度 好或者是太阳能板 我们使用这种可循环再生的太阳能板 各方面的技术 我们都在不断的共同合作跟开发 好所以今天红德在创新版的上市 我们也希望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好未来我们在那个创新公司跟红德 还有在公营院这边 我们会希望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合作 好所以在这里呢 不只要祝福红德的各位团队 好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已经是红德的股东 好那我在这边要恭喜你们 那如果你们还不是红德的股东 没有关系 等一下赶快跟我们永鲁金证券的 那个张林总赶快报名 好应该都还来得及 好那在这边祝福大家 这一年有一个很棒的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局长经理 感谢您 接下来邀请在场各位投资先进 观看一段介绍公司概况的影片 在绿色能源成为市场主流的现金 全世界更加注重了生态平衡 环境保护等议题 因为绿能永续就从现在开始 你我共同维护 红德能源秉持美好生活 绿电创能的精神 以智慧绿电公司为目标 将Smarter Energy Accessible Green 视为品牌核心价值 期望透过人工智慧绿电系统 最大化绿能使用效率 让绿电补及于每个人的生活中 过去台湾经历过银行业 电信业平音化 而这一波绿色能源革命席卷台湾 过去大型非再生能源电厂 器材由交通工具 传统电网 转型为再生能源电厂 电动车 强化发展智慧电网 电力自由化骑航 本公司特别成立了电力资讯战情室 涵盖多元再生能源发电 除能系统 虚量管理 绿电转工 充电桩 和AI能源管理等电力调度解决方案 初创时期 以岸场开发 EPC建置出发 短短几年内展现出高度开创力 以及兼实工程根基 进而切入绿电销售 充电桩版图 打造已成为绿电顾问为目标的新兴电力 锁定电动车充电桩领域的新洲快充两大子品牌 加上抢先布局除能领域 逐步打造未来智慧绿电公司的样貌与蓝图 业务发展方面 宏德能源布局电力开发与工程 资产管理 智慧电力服务三大事业体 并透过绿电金三角搭配最佳化智慧管理系统 将得以完备绿电供需服务 稳定供电 朝向提供建林碳排方案的能源聚合商目标前进 智慧电力服务部分 将绿电电力提供给企业用户 建立BPP虚拟电厂调度电力 除能系统业务等等 并为了提供一般民众也能随手可得的绿电 从绿电充电桩出发 成立新洲快充 将绿电能源解决方案展现于民众眼前 而这些都需要TITAN智慧绿电系统提供电力调度 实现智慧电力公司目标 在能源教育的宣导方面 我们更与台湾首席3D导演 取全力携手合作 打造全台湾第一台太阳能3D行动电影车 透过自行发电播放3D电影 持续将台湾之美及百工匠人精神 传达给下一代的同时 也证明独立式移动微电网的 自己供电用电的可行性 并持ESG精神 宏德能源不仅有优人的财务表现 更在社会责任上扮演着模范榜样 达到永续经营重要的指标 为满足客户日益迫切的绿电需求 宏德能源在用户端提供完整的 再生能源服务方案 透过高效执行力 已开发大量符合规范的除能案场 将优先投入参与台电调频配转 AFC除能辅助系统 提供人人可负担的有趣能源 同时兼顾生态的开发原则 拓展各种电力应用的可能性 推动绿电普及化 迈向世卉绿电公司目标 接着来邀请周世昌总经理 旧公司财务业务状况及市场分析 为各位做简报 掌声欢迎 各位贵宾 各位投资人 大家好 好 我很紧张 我是宏德能源的总经理周世昌 首先我就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来说明宏德为什么跨入能源 我们为什么发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的发展 其实是从工业革命开始来说的 工业革命的出发是从欧洲 所以工业革命带动了很多的工业的生产 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从欧洲开始的 那欧洲就带了这个工业革命的发展 污染了就往下一个地方去 下一个地方就是美国 接着又到了日本 再到了亚洲四小龙 所以哪里污染了就往下一个地方去 所以欧洲发展完了就往美国 再往日本 再往亚洲四小龙 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 也是从污染的起源地 欧洲开始发展的 所以第一批做再生能源的就到欧洲 第二批到了美国 第三批到了日本 再到了亚洲四小龙 我们是第三批从日本开始发展的 那刚才讲 再生能源的发展都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来做的 所以也会让我们变成游牧民族 哪里有政策我就去哪里发展 所以开始我们就会到处去列地 到处去投资再生能源 那2016在政府宣布了台湾要发展非核家园 我们就回来台湾发展 首先我们思考的是 我们这个团队有没有机会有根的 我们不要再像游牧民族一样 到四处去发展 我们想让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 能够落地生根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想定义自己 我们想发展成一个电力公司 如果我成为一个电力公司 我就不需要再依靠政策 所以宏德的发展 其实就是顺着新能源的发展的逻辑来了 首先有一个免责声明 我忘记先播了 大家看一下 好 那宏德的发展就是顺着这个图来发展的 从右上角光电的暗厂的开发 工程的建置开始的 宏德现在目前拥有1.5个Gigawatt的pipeline 这个1.5个Gigawatt的pipeline 象征的就是1500公顷的土地 我们早期在很多国家学习怎么做土地的开发 怎么做土地的研究 怎么研究法规 怎么做土地的变更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pipeline 就是因为过去的学习的一些经验 有这么多的pipeline 让我们有机会做梦 我们想变成一个电力公司 所以右上角的有光电暗厂跟风电暗厂 不过我们的风电主要是用陆域风电为主 不是离岸风电 接着打造一个电力公司 需要很多的资金 我们也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 看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 都成立了所谓的平台 带着投资人的资金 到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去发展 回来宏德想象在台湾 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所以我们成立了投资的平台 成立了运维的团队 成立了台湾特色的 再生能源的特色的一个方案 鱼电共生 所以有一个鱼业管理 打造 让宏德可以取得所谓的绿电的经营权 让我们可以变成电力公司 然后再放蓝色的看 要变成电力公司 再生能源其实有一些问题 就是它是能源的间歇性 风电有风电发电的时间 光电几乎都是中午的发电的时间 怎么把电供给所有人呢 所以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 就是说智慧绿电随手可得 所以必须发展技术 所以从上面的能源聚合3 我们首先发展的软体技术 里面包含了资通讯 包含了电力电子 什么时候控制充电 什么时候控制放电 资通讯电力电子 还有AI演算 有这样子一个软体 打造成一个能源物联网的平台 让电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再生能源是随手可得的 然后有了这个软体的技术以后 就需要很多的除能 那是所谓的硬体 所以我们目标 希望透过软硬体的整合 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所以蓝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直在 这一两年在业界 一直努力的把最高端的人才 网罗进来 一般看到的能源公司 很少有这样子 资通讯电力电子AI的人才 在这样子的公司内 我们是在业界内 有一些差异化的 我们不再是发展以工程为主 想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透过技术的领先 最后打造电力公司的 最后端就是做品牌 我们做了两个品牌 一个是充电的品牌 新洲快充 还有一个受电的品牌 新兴电力 透过这样子的安排 我们打造一个电力公司 所以为了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我们的组织也是这样子延续下来了 先有开发及工程建制的很多的暗场 过来资产管理 透过经营权跟所有权分离 拿到了所谓的经营权 委托经营权 让我们可以管理这么多的电站 过去很多的公共设施的发展 需要很多的资本支出 在发展大的公共发展的时候 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宏德在这边有一些 叫做财务工程的创新 让我们取得了经营权 可以发展成一个电力公司 最后怎么把电卖出去 第三个部门 智慧电力服务 里面包含了除能的系统 除能的SI 转功能力 新兴电力 新洲快充 Charge 来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电力公司 过去的严格 也是顺着刚才讲 我们如何打造一个电力公司的逻辑开始了 所以开始有了大量的土地开发 到了成立了维运公司 鱼业公司 成立了平台 拿到了受电执照 上了新贵的买卖 最后到现在有一个战情室 做电力调度 这个战情室的电力调度 就像台电26楼的战情室一样 只是它调度的是灰电 我们调度的是再生能源 所以从政策来讲 全世界很多大的组织 包括联合国都在推再生能源 政府的机构 也给我们很大的推力 去年已经把气候法通过了 就是说明定2050年 一定要飞 就是净零碳牌 它也让碳税入法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舞台 让我们可以发展再生能源 以前有一个瓶盖 盖着 现在是没有瓶盖盖着 然后很多的供应链 也在推向苹果的供应链 Google的供应链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发展再生能源 可以变成一个电力公司的 可行性已经达到了 台湾经历过很多行业的 国营化到民营化 从第一家银行业 台自备的台湾银行 变成很多家的银行 从第一家的航空公司 中华航空变成很多家航空公司 从第一家的中华电信 变成很多家的电信公司 现在我们想经历的是一个 一家台湾电力公司 变成很多家电力公司 宏德想打造的是一个轻资产 一个智慧电力 调度百分之百绿电的电力公司 所以在这个政府的政策下 政府就把我们的赛道 画得很清楚 让发电业跟受电业 是可以民营化的 所以首先发电业 我们可以拿到发电执照了 受电业我们可以拿到受电执照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拿到很多执照 来发展再生能源 那从供跟需的角度来看 供给面 为什么宏德选择太阳能呢 看得到这个表的成长 最大的就是太阳能 所以我们选择这一个当题目 从需求面来看 它也是每年正常的成长 所以它是一个供需 非常稳定成长的一个行业 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到 台电会面临很多挑战 中午发的电晚上要用怎么做 所以看得到这个叫做压子曲线 橘色的就是太阳能发电 这个中午起来了 蓝色的就要掉下来了 蓝色讲的是基仔 因为台电为了维持频率的稳定 它维持在60个Hz 所以太阳能起来了 它就要掉下来 所以随着再生能源的比例越来越高 肚子会越来越大 就跟我的肚子一模一样 所以肚子越来越大 就需要除能来做电力的平衡 所以宏德是一个电网级的公司 我们想打造的是智慧电网的概念 所以为了变成一个电力公司 我们把发锄用整合 透过物联网平台来整合 我们变成一个电力公司 首先从光电的暗场来看 我们有这么多的pipeline 在同业中算是领先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pipeline 因为我们在2018就开始大量的开发土地 我们有我们的思维 知道台湾再生能源的发展 主要是余电共生 为什么是余电共生呢 因为台湾的土地是很稀缺的 必须发展一地二用 没办法把大部分的土地拿来做变更 所以台湾太阳能的发展 就是一地二用 余电共生 接下来是维运 1500公顷的土地要运为好 就必须有一个系统 因为这么大的土地 你必须去管理人工成本 管理物料 要有智慧派工系统 透过这样子的安排 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优先 哪一个劣后 效率最高 接下来是余电共生 就需要余电 余业管理 台湾的余电共生是 你不养殖就要撤照 所以台湾在发展再生能源 很重要的必须导入余业管理 余业管理开始就是 从余业规划设计开始 不同的水质 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养殖的物种 不同的水源 有的是灌溉水 有的是雨水 有的是海水 有的是抽地下水 都有不同的方案 所以我们有一个余业团队 从余业设计规划 到长期的生产履历 养殖智慧管理 到销售 打造成台湾的养殖余业队 来确保再生能源的发展 是长期可期待的 所以一个8.5亿的公司 怎么变成电力公司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安排 我们本来是做B2G生意的 我们现在做成B2B生意了 怎么做到B2B呢 就拿到经营权 我们有机会不再把店卖给台电 可以卖给不同的企业 我们已经卖给了50个品牌企业 宏德现在在零售里面 是售店第一名的公司 所以我们的新兴电力 卖的客户很多元 有长约 有短约 有用电大户 有RE100的 那不同的行业 有不同的用电时间 有不同的用电习惯 所以我们必须发展技术 透过一对多 多对多 多对一 让最佳化的用电可以被期待 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业界中的领导的一个差异 因为不同的用电时间 你必须透过一个系统来管理 我们一直号称说 我们是能源界的Uber Uber的调度车 也是这样子的概念 如果有这样子的电力公司的能力 未来我们就有所谓的定价权了 就像Uber 尖锋的时候 你要叫车 它的车架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讲的是再生能源 它必须要电力平衡 所以就去发展技术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台电需要 发展很多的辅助服务 来维持电网的平衡 所以宏德这边 现在在建立大量的再生能源 特别是表前的辅助服务 参与日前辅助服务的服务 未来可以变成是表后的 我们才做一个VPP的虚拟电站的计划 希望从表前到表后 未来能够做电网的平衡 所以先讲日前辅助服务的部分 政府有开了DRAG E-DRAG SRAG 到虚量翻译 这个都是宏德一直在透过 网罗各大高手 参与宏德的技术发展 那目前我们的掌握的PIPLINE 大概是可以超过台湾三成左右的市参率 只要我们把这些电厂都建起来 我们能够在台湾完全没有电 跳电的时候 一个按钮按下去可以让台湾黑暗变成光亮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在电力是国安问题的时候 能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有一个品牌公司 新幼能源做除能的SI 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国际大厂 进来台湾发展除能事业 他们都是因为刚才讲的再生能源的发展 从欧洲美国开始的 所以这些品牌的系统工资 就很快的进来台湾 我们想做一个除能的亚洲团队 我们希望发展 因为台湾是有机会 现在在大量的发展再生能源的时候 去发展除能的SI的 所以我们从模组化的设计 未来我们会有工厂来制造硬体的除能 所以第二个我们有在地化的软体团队 因为各国的法规都不同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软体团队 能够嫁接所谓台电的法规 政府的法规来跟我们的系统 最后所有的生产都是自己做的 我就可以去监控每一个模组 让它的效能保固能够持续 这个讲到用电的创电 需要除能来提供救援 可是需求面又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看到这个表是电动车 电动车的成长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从媒体上看得到 大家都在讲 电动车已经是国民车了 一百万以下的车 它有机会普及了 所以第一个是从价格来看 第二个看的是从这个表 2025像福特这个车厂 它都要全推全电动车了 所以在电力市场会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挑战 所以宏德必须扮演救援 所以看得到电动车的销售 跟电动车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宏德如果想要发展成一个电力公司 我们必须跨入充电事业 这是我们目前跟一个超商业者合作的 因为充电需要等待时间 右边是跟白货业者合作的 充电需要等待时间 政府就推出了政策 因为怕大家都用电动车 推了今年就有政策了 尖锋时间要去充电 政府要你要买电来卖电 一度八块 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怎么经营充电 就是电力公司的责任 我们必须在电动装备后装的除能 我才可以做这个business 所以我们就在想如何解决充电的问题 所以打造了一个光充除一体的一个系统 什么时候要充电 什么时候光电要进来 什么时候卖电出去 怎么做时间电价 你要充电要预约的 这个是宏德预计在第二季 会推出的一个革命性的商品 把光充跟用电 这个能源管理系统做成一体化 宏德想变成一个电力公司 我们跟台电有什么不一样 台电叫做传统的电力公司 就类似超商 实体的超商概念 我们叫做智慧电力公司 我们就叫网路版的超商 叫做电商 所以可以讲台电就是传统的杂货电 我们叫做网路的杂货电 所以在这边你必须有 第一个叫说要有网路资通讯的管理系统 所以宏德这边打造了 这个能源的物联网的系统 第二如果要变成电子版的电商 那我就要建物流系统 所以宏德建了很多的音法 特别是除能 我把电存起来 有人要订货的时候 我就把电输出出去 所以透过这样打造宏德 是一个智慧电力公司 未来政府2050年都是百分之百绿电 我就有机会从市占率1%往上涨 我的上面的风顶是没有风顶的 这个市场有多大呢 我从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 2021年是2353亿度 我们乘以绿电现在的零售价 大概是5块左右 市场的规模有一兆这么大 宏德想抢占的是这个电力交易市市场 一兆 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Huge的 所以从中间有一个日本的图 你想象一下 有没有可能一周没有太阳 一周没有太阳 供给就不见了 日本在前年已经发生了 批发市场一度电涨到250块日币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宏德想抢占的是 未来再生能源 一兆的市场里面的一个电力交易市场 所以只要再生能源达到20%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做电力调度 做价差的交易 过去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司都会有一个叫做财报 第二个叫做税报 未来你必须加一个东西 叫做碳报 没有碳报 你就拿不到订单 宏德是帮大家做能源的解决方案 所以打造了一个能源物联网平台 把所有发电 除电 用电都聚合起来了 透过我们背后这个Titan的演算法 来最佳化 做电力整合服务 我们是一个网路版的电力电商 在架构里面 我们就从设备端到PaaS端到AI端做了演算 最后打造一个SaaS平台 透过SaaS的这个平台可以复制化 到不同的Business 到不同的用物身上 所以打造了这样的一个能源物联网平台以后 我们背后就有一个战情是在做电力调度 这个是实体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发电的暗厂 很多除电的暗厂 很多的用电的大户 采用我们的系统 我们打造了一个能源物联网平台 最后我们想打造的是 未来这个能源是 这时候能源共享平台 就是所谓的VPP 虚拟电站 每一个人的家里 其实就是用电 也是发电 让所有的能源都可以共享 所以我们的口号叫做 家家有除能 户户有车充 你的家里的充电设备 就是你的交易设备 你家里的除能 就是你的存折 我们希望做到能源共享 让台湾的再生能源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扮演一个领导者 扮演一个整合者 战情中心就是变成未来的值班中心 我们透过的这样的战情中心 来调度所有的电力 Charging 用电 除电 发电 透过这样的金三角的安排 目标 受电30%的市占 发电1.5GW 我们希望在5年内达成 除能1GW 这个一两年内就有机会达成了 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最后财务表现 宏德的营业额的成长 从10亿到20几亿到去年的50亿 都是很大幅的成长 来自于过去有很好的布局跟安排 所以你看得到这个表里面 去年的毛利大概24% 是前三季 来自于我们2018自行开发的案件 自行开发的案件 它的毛利就会比较高 可以看到前两年的毛利比较低 因为开发的案件的成熟 大概都是到近几年才陆续的成熟 所以未来从2018开发的案件 在未来的这几年都是自行开发的 所以我们也期许我们的毛利能够持续的稳健 创造家机 那最后我们的slogan就是 智慧绿能随手可得 希望宏德可以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把绿电带给每一个人 谢谢 谢谢 谢谢周总经理 葛格斌接下来是我们的QA时间 葛格斌对于公司有任何疑问都欢迎提出来 并请将您的提问单交给在场工作人员 宏德能源的经营团队将会为您做详细说明 并请各位稍坐等候 我们将捷径所能回答各位的问题 谢谢 谢谢各位投资先进及贵宾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宏德能源业务处的吴俊怡 那我这边手上已经有拿到 刚刚各位贵宾所提出的问题 那我一题一题来宣读 再来请我们周总来看哪一位可以协助回答 好 首先第一题是 请说明公司的创新特点 与关键技术 既目前规划的营运模式在市场及业务发展 还有相关技术的面向为何 我们这一题请我们的智能服务处 罗天赤回答 谢谢总经理 各位好 我是宏德能源技术长 Robert罗天赤 那这个问题蛮大的 他提到整个公司的创新特点 还有关键技术 那宏德的创新在这几年已经在这个商务模式的创新之上 再加上这个技术能力的创新 那我这边说明一下这个技术创新 那技术创新最主要是我们自主建构的一个 以智慧电力服务为导向的能源物联网平台 那这个平台上我们透过各种资通讯的技术 还有这个电力调度的技术 整合了宏德集团所有的光电的暗场 储能的暗场 绿电转工的这个客户 充电的暗场 还有这个整个表后的需量管理的这个市场 那里面有几个技术的发展 一个是聚合 还有一个第二个是AI 第三个是这个智慧电力的调度技术 那聚合能力上我们就应用各种的资源 技术将所有的暗场的资讯 长期的累积出来 那这里面就隐藏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大数据 第二个是系统的运行效能 还有所谓的这个健康状态 那有了这个大数据 有了长期的这个经验的累积之后 我们就跨入了第二个领域 就是AI技术的这个应用 那AI技术应用在哪里 一个是供给端的这个预测 一个是这个需求端的预测 那在市场也知道 能掌握供需两端预测的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拥有这个 关键的这个能力 那有了长期的这个供需预测 其实进而就发展这个价格的决策的 这个辅助系统 那第三个能力这个智慧电力调度的技术 我们就开始发展这个虚拟电厂 多对多点对点的交易 那这些技术也同时应用到 这个在营运的模式上面 在储能的系统 我们参与这个台链的这个电力交易市场 不管是这个表钱的这个调频辅助服务 或者是表后的这个即时倍转 或者是需量管理这些交易市场 那在这个绿电转工 我们发展的是多对多点对点 可以最大化这个客户的RE值 也可以最小化我们的这个余电量的一个优化的配比系统 那第三块在这个超充 我们就发展从这个自营的这个品牌 进而推向加盟 那进而推向通路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运作 那整体技术都在同步发展 那以上说明 接下来为各位念第二题 与同业相较 请说明公司在电力开发及工程资产管理 智慧电力服务等三大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为何 这一题就由我来跟大家说明 刚才问到的是资产管理工程开发及电力服务 我们跟同业的差别 首先从工程来说 洪德刚才讲 我们有1.5个Gigawatt的pipeline 支撑我们三到五年工程的动能 所以我们跟同业在开发及工程 第一个差异是我们有充足的pipeline 让我们在创电在工程 在这个创电的部分有三到五年 我想这在同业内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那资产管理 我们跟同业的差别是 很多的公司在发展 再生能源是以EPC 有的是建平台 有的是发展到离岸去了 再生能源需要大家来努力 那洪德在这边透过资产管理平台 一个小小的8.5亿的公司 拥有1.5个Gigawatt 那资本支出可能是要上千亿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跟受险合资平台 我去掌握这些资产的 这个叫做委托经营权 让我有能力发展再生能源 所以有很多的pipeline又拿到了经营权 让我可以发展电力公司 那在同业间刚才讲 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大家很少往电力电子的技术去发展的 那有发展的很多又没有 刚才讲有电厂的资源 没有受电的资源 那更不用想说 资本支出这么多的钱 来拥有所谓的经营权的 所以洪德的目标就如刚才简报讲的 我想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希望我们能够跳脱 不需要台电的补助 政府能源局的补助 我能够永续的发展 这也是我们上市的原因 希望透过打造成一个电力公司 希望解决台湾 往2050进行碳牌的努力来做 希望能够持续成长 那接下来为各位宣读第三题 有关太阳能光电或余电共生 等之暗场开发 如何兼顾环境生态 并妥善维系跟养殖户 还有当地居民的关系 来促进和谐跟互利共生 这一题就由吴俊宜跟李永青来回答 暗场开发大概会分成几个阶段 前半段包括前期的评估 跟中段的开发 前期评估的话 我们主要当然先针对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法规 包括区域计划法 非督管制规则 非督神医作业规范 等等来检合说这个暗场 是不是能够符合法规的要求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当然关键就是溃限 溃限其实在我们再生能源 业者来说算是稀缺资源 所以如何在案件的前期 去确认这个溃限的有无 包括并接的路径 并接的技术可行性 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还会去确认说当地 这个暗场的周边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生态环境的议题 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敏感区的查询等等 所以在前期开发我们会专注在这几项 那最近这几年政府主推还有余电共生 所以针对余电共生的话 我们首先当然会先选择是 由政府所公告的余电共生专区 作为我们主要发展的重点 那搭配政府所公告的环境社会检合议题 针对每个不同的暗场 现场有什么环境议题 社会议题去做检合跟回答 提出相关的对策 所以这是在前期评估的部分我们会做的 那在中间的这个生涉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分成几个重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地方拜访 针对包括但不限于 包括村里长 社区的居民 社区发展协会 乡镇公所 或是地方期老 或者是地方的农产 农会 预销等等的这些组织 我们其实在前期都会去做这些地方拜访 可能是举办地方说明会 可能是工作坊 可能是个别拜访 透过这些过程去了解地方居民 对太阳能或对绿能的暗场的看法 还有就是说找出一个 我们能够跟这个社区 跟地方民众共融共存的方式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前期评估跟中段 我们会做到的部分 那进到工程端跟营运端的话 我就请我们工程李副总来协助回答 各位好 我是工程处的执行副总李永青 那在工程执行的部分 我们不管是地面型或是水面 或是我们现在在大力在推展的一个 余电工程的部分 那我们会承接业务开发阶段 所有在深色过程中 工部门也好 或是地方沟通也好 所提出的相关的要去执行 或是要去配合的地方 我们也都会在工程执行 会来延续 那我们像在去年度 我们从不管从花莲前半年 一直做那个招风农场 就跟在配合友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案子 完了之后下半年度 我们回到澎湖跟台南的几个大的案场 都是时间都是非常赶的 但是我们在从花莲也好 或是在澎湖跟台湾的西南部也好 我们在各处的走访 在工程执行中有一个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需求的 一个沟通的特性 就是要花时间 我们很真诚的去跟地方去做沟通 那只要我们接地去 那确实掌握整个当地的一个需求 民情在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来做沟通 尤其在有一些乡亲对一开始对我们光电经常有误解 在场有很多的产业跟一些相关的工程先进 都经常碰到在地乡亲有很多的对光电的误解 不管会我们清洗模组的污染 或是什么会有一些光害什么等等 那从这一两年我们一直推 一直沟通 那甚至最有效果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后端的违孕清洗模组的部分 我们就尽量采行在地化跟专业 两个部分来做一个平衡 那后面其他的乡亲有新的误解 就会由在地有从事我们违孕作业的一个在地乡亲 当地乡亲他们自己就会去跟他们去做说明 那把以前潜在的误解就慢慢会把它消弭掉 那尤其我们现在后面还有一些 余电共生有一些养殖的一个问题 有一些误解 尤其在七谷地区 可能各位在新闻上面经常有看到 就是觉得我们是光电在跟养殖户在抢地 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会跟养殖去做一个好好的沟通 未来我们在养殖渔业里面 也会跟在地的需求做一个 做一个供需的一个平衡 希望能够创造我们产业 跟地方能够共存共融 这是公司老板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希望我们能够在产业在各个地方能够永续 能够跟当地的所有的乡亲 能够一起共同生活在我们的一个产区里面 以上的说明 谢谢 好 谢谢副总 那接下来为各位宣读下一题 这题是说 请说明公司的鼓励政策 还有未来鼓励的发放计划为何 各位投资先进 大家好 我是洪登能源财务长 那由我来说明这个题目 公司的鼓励政策 以及未来发放的计划目的 基本上本公司的一章程规定的鼓励政策 在可分配盈余的10% 那不低于10%的分配红利中 现金鼓励的配发比率 占不得低于公司的总股东红利的10%为原则 那目前公司在109年跟110年的配发的比率 目前就是均配发两块 那各位股东可以跟投资先进 可以参考过往的一些配息率 那本公司具有稳定的鼓励的分配政策这样子 以上说明 很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将再回答最后两个问题 那接下来为各位宣读下一题 请说明近两年办理现金增资跟它的效益 既为因应未来的资金需求 如果是除能设备的投入 所预计要募资的规划 这题我们也请财务长说明 最近两年度办理的现金增资 跟的部分的话 我先当做第一个问题来做回答 那在最近两年度就是110年跟111年 那在110年的时候 我们有办理过两次的现金增资 总募集资金约7.64亿 那在111年的时候也办理了一次的现金增资 总募集资金为12.3亿 那这两次募集资金在市场上也颇具规模 那也相对应的对于本公司的报表 有财务上的结构性的改善 那不论是在财务比例上面 或是说在整体的未来像营运规模的扩张 也都有所溢注 所以在110年跟111年的各季的财报 应该都有属体现这样 那未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只有先针对 本次上市的初次的 群圈认购的现金增资为规划目标 那未来的话也是还是会针对 在营运资金的需求 或是说其他的项目投资 那行使看有其他的募集资金的管道 也都会去探寻跟券商这边来做讨论 也会跟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里面 去做建议这样 谢谢 好像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接下来为各位宣读最后一题 这一题是说最近的两个年度 跟近期的营收跟获利的变化原因是什么 那请问贵公司的业务发展策略 是什么 如何带动未来业务的成长性 OK 这一题就由我来说明 去年二十几亿 今年做到五十亿 那这么大的成长来自于 刚才讲了我们开发了很多岸场 开发岸场今年落地了 所以毛利有特别好的表现 那去年做的都是代工岸 所以毛利比较低 那刚才有说现在的主流是余电共生 余电共生它在深色的流程的时间可控性已经非常高了 只要拿一个容许 过去是地面变更型的 需要很多不同的主管机关 从地方主管到农委会到能源局到营建署不同单位都要同意 所以时间不可确定性都很高 那现在主流是余电共生 所以我们可以缩短那个时间的可预期性 所以宏德未来的发展在工程及开发的部分 就能见度非常高 我们可以期许它的成长是可以预期的 然后建了这么多工程 目前我们掌握的PIPLINE已经有300M的运维了 这个都会转成长期的收益 特别是在微运的部分 刚才讲我们拿到的经营权 这300M已经完成的 就会有所谓的运维 会有资产管理 会有漁业管理 都会在今年开始都会在帐上入帐 那这个都是长期的 每次的签约的期限都是20年 也确保这个EPC后还是有动能继续成长 然后拿到了所谓的经营权 除了运维以外还有所谓的售电 所有的电都透过我们的子公司新兴电力来卖电 目前普遍的FIT的价格 是5块 我们普遍卖的价格是5块半到6块 所以中间有很多的价差 这个毛利率也是非常的高 创造我们第二只脚 可以有受电的收入 不过洪德未来要转型成电力公司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Cash Cow 是做电力交易 刚才的简报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做电力交易 我们陆续下半年也期待有更多的除能案场要开工 让我们有动能 所以未来的营业结构就会从只有工程收入 变成增加了运维跟售电收入 从明年开始就会有很大强劲的 因为这些除能的案场完工了 明年就会有所谓的除能的电力交易收入 参加台电的 我们期许在两年后 洪德的营收里面有一半 不是营收 应该说获利 背后的获利 50%都是来自于电力交易的 才会如我们刚才简报讲的 洪德变成一个实体的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就是除能受电 Charging 以上回答 谢谢 很抱歉 因为时针的关系 在今天我们的QA到此告一个段落 最后邀请董事长带领团队 感谢各位今日的参与 好 那再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洪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发表会到此结束 再一次感谢各位国民的 莉玲指导股票代号 六八七三预计将于三月挂牌上市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 感谢各位